本周末即将开播的演员的诞生,第二季也就是《我就是演员》全新升级,导师都升级成为张子一学生无秀播了,第一期的演员也公布了,学交对胡先世,任素希对左小青,宋阳对都纯,都是实力派的演员,有童星,也有女演员,也是有男演员,可以说节目注册会安排角色。 和挑战,这一次的导师更加严格,第一期气氛非常压抑到冰点,重点说一说女导演女演员任素希,因为这个演员很眼熟,之前不是参加《快乐之城》好评如潮吗?得到了王菲高度评价,也感动了所有嘉宾,感动了观众,一片好评。 但是《快乐之城》这个综艺节目讨论的不是演技,而是综艺有效果,重点是王菲,所以任素希是被肯定的,这个肯定是有水分的,讨论演技必须参加《我就是演员》证明自己。 参加《快乐之城》好评如潮的任素希,为何却在《我就是演员》截然不同? 因为《我就是演员》是要证明演技的,所有的导师看的就是演技,尤其是导演陈凯歌对演技更加精益求精,任素希来这个舞台,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。 当然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观众知道自己,任素希演过开心麻花的电影《驴的水》,但是一直没有抱红过,很是遗憾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导演专业的任素希,为了准备这一次的作品,几乎是毫无杂念的费尽心思,就是想要在《我就是演员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。 尤其是看到第一组的胡仙旭和徐娇被陈凯歌批评了很多时候,更加用心走心进之色,一句话,《我就是演员》比演员的诞生更好看,任素希,你成功了。